Leo兩世紀聽聽東京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朝鮮人對上不列顛人 這場比賽是貴族公寓盃的日烈著身地圖 這張地圖是非常炎熱的沙漠氣候 地圖我覺得是相當相當特別的 它不是一個海路混合圖 木頭是非常非常的多 中間就只有一條線 而且對方一定就是你家對面 你家對面就是對方家 非常的刺激 那兩邊都選擇了一個弓箭文明 一個是選擇了朝鮮 一個是選擇了不列顛 我們先來看一下MBL選擇的文明 是不列顛人 不列顛人的特色呢 是它的弓兵的射程非常非常的遠 再來就是它的步兵單位是全滿的 那它的騎兵單位是沒有品種的 所以會稍微弱了一些 但是它的城堡時代的騎士 也算是滿好用的 那帝王時代可以考慮打青騎兵 配上這個三級的馬凱 去打戰毛兵 反之也是相當適合 保護自己的長弓兵 那不列顛人在這種近距離的情況下 來對打的時候 我是覺得在前期 是很難獲得大量優勢的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來說 朝鮮人跟不列顛人的對決 是很容易打出一個前期快攻的 尤其是這個封建時代就開打 那不列顛人前期的優勢就只有吃羊的速度比較快 那就意味著呢 它這邊吃羊 雖然快但是沒有辦法可以反制對方箭塔的方法 就只能跟對方有手撕喔 自己也沒有差箭塔的優勢 合體來說 朝鮮人選的文明喔 我覺得會稍微好一些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朝鮮人 朝鮮人這邊挖石頭的話 石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喔 它是挖石頭最快的文明 而且它的箭塔會自動升級喔 所以它其實是很適合打塔弓的文明喔 省下來的這個挖村民的數量喔 就可以打出自己的經濟優勢喔 而且朝鮮人到城堡時代的話 還有馬戰車這個凡人的保兵單位喔 MBL這邊要防守的話 只能出生旅或是戰保兵去做反制 長攻兵的話可能會有點難打喔 但是如果操作得當的話 長攻兵也是有機會喔 但不好說 那我們是個人覺得喔 這一把勢必會變成一把封建大戰喔 插箭塔的機率喔 是高達87% 不能再多了喔 連這邊隨便插一個箭塔 只有可以空到MBL這邊的墓區喔 那這邊MBL墓區是開在前面喔 這邊是不是有點太大膽了 墓區如果開後面一點是不是更好 那朝鮮人呢 它的騎兵路線也蠻特別的 稍微講一下 它是有大洛馬的文明喔 但是它並沒有品種 也沒有三級馬凱跟三公 所以用起來喔 只是稍微反思對方森女會好用一點 那現在Minchester 它的戰績喔 我覺得一直都蠻穩定的 但它打天梯的這個次數喔 並不是那麼的常見喔 跟MBL比起來的話 但是它在賽事的表現喔 一直都很不錯喔 所以我嚴重懷疑 Minchester 該不會有很多小號嗎 所以一直在偷偷練習 然後每次班上那種考一百分的人 都說自己都沒有看書 然後每次考試都考一百分 Minchester 是不是這樣的類型的呢 然後MBL這邊是打棒棒開局 果不其然 MBL 那間的文明優勢喔 就是肉碼 或是棒棒開會比較優勢 但是超限人這邊是直接上了一個毛病 好這邊棒棒高打第一 直接把這個槍兵敲到頭破血喔 好再回頭再打一下 哎呀 這裡要直接撕掉了 Minchester這波打得有點沉血 MBL避免喔 用肉碼去補傷害喔 好點下來一擊伐木 雙面斧 你在毛邊往前 好 Minchester這邊補了一個 模仿 好棒棒繼續輸出 這一波 能夠拿下 好這裡毛邊繼續打 好這個 這個棒棒拿下應該就沒問題了 好MBL的 不列電的前期公式 就告了一段落了 接下來要全部按毛兵進行防守了喔 這個就是 比較 尷尬的地方喔 MBL選擇文明要到城堡時代開始才會有優勢 朝鮮者是要過來插塔槍矛前壓都沒有問題的一個文明 這邊應該是會優先插住石頭礦跟黃金礦 MBL這邊還沒有插劍塔 那MBL可能要大難裡頭了喔 好那右邊的胖區也是有的喔 所以這邊 接下來就是要換來守右邊這裡啦 好開始對塔 但是MBL應該是蓋不起來喔 這邊槍兵跟毛兵數量其實很多 MBL的毛兵出來要先投對方的馬 先把馬投死 再來投對方的毛兵 拉了更多的村民過來蓋箭塔 但是可能會有點慢了幾拍 對手應該還是會先蓋好嗎 好像對還是蓋好了 但是兩邊對塔MBL有村民的數量優勢 直接拉了村民過來守屍箭塔 那對手朝鮮人並沒有轉出弓兵 或者是其他的殺傷力的部隊喔 所以打不清村民是要打七七四十九天 打不死的 打不死的 MBL這一波可以成功手師 哇 不會是MBL 這邊的經驗相當的老道喔 好這邊點掉了這個墊塔之後 朝鮮人沒意外的話會繼續插塔 但是重點來了 他沒有挖石頭 這一根墊塔 掉了之後 沒有第二根 真的是忘記耶 很明顯是忘記喔 這個操作 好四隻村民在後面有點發呆 好兵工廠這邊打一下 打一下 閃過喔 好兵工廠這裡 完了 朝鮮人這邊想點個一級射 斷村也要點是不是 這邊看起來是要斷村喔 OK 斷村點一級射 TC閒置 開始了 到了一分多鐘 好 那現在MBL 還沒有一級射 現在黃金不夠 點不起 好兵工廠好了 黃金開始有人在挖 川民在過來 來繼續手撕 手撕劍塔 好 MBL點下了一級射 好 那現在八隻毛兵 繼續嘗試輸出 好這裡要小心了 毛兵繼續走 點掉了一隻槍兵 再點掉了一隻毛兵 MBL這邊有高低優勢 又換掉了幾隻 哇直接換了超多單位的喔 MBL這波又能過來打架了 但是殘血村民沒有拉走 可能要死一村嗎 欸但是有看到 即時拉走 村民再繼續上前打 好MBL越打越有優勢 劍塔打完換扁村民 毛兵的數量已經展現出了自己的優勢 MBL這邊操作打得很好很好啊 哇MBL好像要打回去了 朝鮮人的塔弓要被終結了嗎 哇哇哇哇 MBL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好 塔弓不成 朝鮮人這邊沒有辦法 只能靠著自己的村民回家 稍微補一下房子 那MBL這邊則是要思考 要不要趕快升城堡時代啦 總共天其實補得很多了 待會升城堡時代 要不要挖石頭 直接請朝鮮這邊吃大亨堡喔 這也是一個他要思考的問題 因為現在這個情況 朝鮮插塔通常城堡時代很難上很難上 MBL通常會有升級上的優勢 而且毛兵還擋住了劍塔的騷擾故事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這裡建塔 建得起來嗎 好建起來了 那應該沒有問題 MBL這裡要思考 右邊挖石頭來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一定要吧 為什麼這樣說 是因為這個時間點不挖石頭 你到城堡時代就可能直接插寶 你的城堡時間會被delay到 蓋城堡的時間點 所以這個時間點如果要打前壓寶的話 就是直接請他吃大亨堡 就只能選擇這個時間點去趕快採石頭 那書的部分現在還缺了一百肉 沒有蓋四級 木頭也很缺 四級敲不下 決定再敲一根塔 好等肉 登城堡時代 好MBL這邊食物還缺了一些 還缺三十肉 這根塔建起來 朝鮮最喜歡跟你對射建塔 好收村 OK村民往後拉 全射死了兩村 哦 明確得這邊食物了嗎 殘血村民沒有來回家換村 反而是用殘血村民去前置建塔 尷尬 好MBL這個塔 那要不要考慮一下頂個一級挖石呢 還是要趕快去點這個農田科技 那我覺得這邊點個農田科技可能會更好一點 最近這個鐵其實快要吃完 二四了 好 四四四 天氣是有點被控住 好右邊這裡大量踩石頭 朝鮮人有意識到 你想來插塔是吧 但是看起來要被阻止掉了 這個城堡應該是暫時插不起來 好朝鮮趕快拉了一堆村民 過來右側這裡 暗畢爾的毛兵要被投光了 這個劍塔也要被守屍 明確得這邊的戰術想法是直接控住你的城堡 石頭控住我就能win 明確得死也要把這個石頭礦給拿下來 只要你沒了石頭礦 我就可以把你控到死 我的劍塔還會自動升級 你的則是不會啊 MBL也拉了更多村民過來勸架 不要再打了 練武士 這裡是大型練武士現場 好 現在毛兵繼續投 結果MBL成功守住了 拉了非常多的村民過來 MBL也知道 要是我損失了這個石頭礦 我就沒了 用了劍塔打出了城堂的傷害 明確得這邊經濟有點小小的炸裂 看起來MBL守住這個礦區之後 就可以挖出城堡來 明確得這邊 則是時代上會稍微落後了一點 MBL則是被控到了石頭的關係 所以現在石頭沒有辦法升城堡 一升就插寶 這邊是可以考慮直接用買的方式 但是現在要買城堡出來的話 要空在哪呢 對手的毛兵在這 直接補在上面一個城鎮中心 選擇了開TC的路線 特別了特別了 MBL上面這個劍塔還在被騷擾 但是問題應該是不大了 現在優勢越來越晚 不列頂MBL這邊靠了 朝鮮人 封建時代的蜜月期已經慢慢過了 朝鮮人現在要打贏的話 要可能到帝王時代 用事會比較大一點 這個時間點 MBL長弓兵 可以有效壓制住 你的單位 除非你出戰毛兵 或者是轉馬戰車 會給我用殺傷力 還有投石車 其他東西的話 MBL長弓都是會有一些優勢在的 但是明確實的 表示 你不來插寶 那我就過去插你了 MBL 這邊有點慌 怎麼辦 自己沒有石頭 可以插寶對塔 右邊又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一直補一直爽 待會城堡的話 可能要考慮補在這個位置了 這個田可能要低調 或是要補在這個位置 這裡或這裡都是比較適合的方位 好 這裡投石車出來 馬戰車要按了嗎 MBL 決定要 直接 衝 你城鎮中心 投石車拍一下 嗚 戰毛兵出來馬上就拍了 但是明確實的這邊 搜戰毛兵搜得很快 沒打一下 戰毛兵就會出來點你一下 點到你的投石車有點害怕 本來對戰毛兵無所畏懼 但是會搜進去城鎮中心的戰毛兵 就有點可怕了 一直出來給你一下 一直出來點你一下 點到你懷疑人生 明確實的這波馬戰車已經登場了 馬戰車出來了 那MBL這邊要打一馬戰車 也不用轉長弓 直接用戰毛升級 然後再加上二級射 二級的工兵鎧甲 還有 生旅 就可以搞定了 結果MBL這台投石車 居然換掉了明確實特 這邊的投石車 有點意外 這居然換得掉 MBL這邊在嘗試 繼續 壓寶喔 你壓我寶我也壓你 但是這邊寶並不是想要防守 而是進攻的選項 進攻就是最好的防禦 但是馬戰車已經衝進來了 家裡沒有城堡就會變成這樣子啊 這就是為什麼城堡可能要卡在不在家裡 是因為他馬戰車非常流氓 無法無天 直接衝到你家的城鎮中心裡 瘋狂大爆射 好戰毛兵趕快升級吧 戰毛兵趕快升 但是城堡不差在家裡的好處 或是可以進攻 好明確實特這邊 城堡中心 可能要 再找個機會補一下 現在沒有TC 可以按村民喔 村民處開始越拉越大 MBL這邊戰毛兵 抓到了戰毛兵的路線 好看到你戰毛兵在這裡 先測一下 先別打 投石車拉過來 或是在這裡再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可是現在木頭不太夠 所以還是要在家裡直接產過來 把投車拉過來就行了齁 那結果自己的村民一直被投車打 MBL這邊投車已經賺了兩村了 不愧 不愧 現在村民處40打56 勝利的天秤 開始往MBL的身上 開始傾斜了 看起來朝鮮人 這裡是很難打的 MBL了 接下來 朝鮮人 只要繼續出戰毛 鋪馬戰車 投石車 繼續給壓力 但是MBL這邊要防守 已經越來越簡單了 時間拖得越長 就越對MBL越有勢 越有機會 朝鮮人這邊 則是要趕快找齊決戰 趕快有馬戰車 把你的經濟給控死才行 但是有投石車也有戰毛病的情況下 馬戰車的發揮其實是很困難的 雖然朝鮮人有免費的工兵鎧甲 但是遇到這個情況 工兵鎧甲似乎有點難用 朝鮮這邊要趕快穩住自己的石頭 這裡有一根劍塔 稍微擋一下 TC已經被射倒 MBL開始轉出了長風 還按了一台奴套 TC繼續開 哇3TC 這張地圖真的是很緊張刺激啊 前期一定會打到頭破血了 但沒有想到兩位是完成了一個不錯的換家 這裡建塔 直接無視走進來 想要看一下裡面的狀況 把這個三隻長弓送光 看到了 裡面的狀況是有一個城鎮中心 戰毛兵現在數量上是7G 好而且有戰毛兵的升級優勢 二級升啊 一帶射程 好很穩定 有7點射程 那一般的毛兵是6點射程 好明確實在這波買賣一波 又要再往前壓寶 這波壓寶 一定要成功 要插的越深越好 插的位置如何 我們是上帝視角 可以看到啊 可能不知道上面有TC 先補了一個箭塔 好毛兵還在輸出 馬山車繼續打 頭車砸一下 有箭塔 不敢插 聳了 覺得不太行不太行 這樣可能會出事 這個頭石車也來了 安全車這一波很尷尬啊 想插但是卻插不成 好反則是來插箭塔的 是MBL MBL 有完全不屌你的防禦箭塔 那這邊趕快收穿吧 防禦箭塔趕快輸出 現在是明確的 似乎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好 那長弓開始攻擊了 上面應該開始會閃爍 白色的點 就會發現我被打了 OK 突然發現到了 趕快普利跟城堡在後面 收穿 趕快反擊 長弓 但城堡已經高速建立起來 裸大了這個箭塔下方 再繼續從這裡騷擾一下 突然抓到了一村 MBL的攻勢越來越好了 明確斯特 穩了嗎 還是MBL穩了嗎 哪一種穩不好說 好 好 那MBL這麼多的城堡中心的情況下 應該是不會打一個什麼樹地王了 現在這邊就正常開農防守好 然後這裡待會再把一個城堡挖出來 補一根城堡在這裡 基本上明確斯特的所有的攻勢 就已經被化解掉了 那資源上來說的話 那MBL資源上並沒有非常領先 大概才一萬 一千資源的領先 其實領先的幅度並不是很大 主要是沒有農田科技 也沒有二級伐木的關係 所以現在經濟上的層面 並不是這麼的好 那朝鮮這邊 如果要打贏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 偏難 基本上封建建塔 沒有打到東西 朝鮮的優勢 只會被對方滾雪球 被滾雪球機率是比較高的 好 工程器製造所 上在前面 現在後面場鋒有四隻 MBL點下了輪軸技術 好 那監塔又不在了後方 這裡監塔可以偷射 這個射程很遠喔 好 點到了 直接還要控你墓區 但是朝鮮這邊也是 你控墓區 我也控你 互相傷害阿 這波真的是互相傷害阿 好 毛兵稍微投一下 但是沒有投到東西的感覺 要被迫往後拉走 好 投石車砸了一下 好 繼續輸出 附了一個料塔 大毛兵往上走 攔截 長弓在這裡 有在按嗎 有按 但是沒有往前走 到處都是劍塔 MBL這裡迅速買賣一波 升到了帝王時代 37分鐘 82村 斷村升帝王 現在要趕快打出公式才行 這裡果然沒有補城堡 有點危險阿 這個劍塔一掉 頭車 戰毛兵馬戰車 就殺過來了 哇哇哇 minchester這一波有機會了 突破劍塔的防守 好 這個PC應該消爆了 現在投車壓力很大 MBL 大了一堆村民 過來蓋塔 結果直接吃了一把頭車 好 馬戰車還在輸出 現在下方的戰毛兵往後拉走 PC在下方的位置 帝王時代還有一分鐘的時間 空兵鎧架還有30秒 好 上方的城堡 有點危險 要被抓掉了 哇 這個是車 這個通車這個通車 一直頂一直頂 一直頂 然後死車砸了一發 一二發 再砸應該是頂不掉 MBL帝王會順退嗎 好 但是下方這邊也很激烈 兩邊互插劍塔 但是朝鮮有自動升級劍塔的效果 防禦劍塔 空到了防禦一點點的位置 好 但這個也戰魔兵 一直保存的很好 這個數量 那MBL這邊常攻兵在下方 完全沒有的關係 這裡可能要再考慮 骨魚跟劍塔防守嗎 但是沒有關係 帝王時代到了 趕快去按三級射 還有巨型投石機 構成就完事了 好 巨頭趕快按個一台 看是投石車 來了 馬戰車也來了 這裡要手撕 投石車嗎 不太對吧 哇 直接被拍到 趕快投車的應戰 MBL沒有打算放棄下面的經濟 努力的抵抗對手的進攻 這一波馬戰車要上前 直接硬撕了 但是面對三級射的戰魔兵 還是有點壓力 拿過來 打算拍 拿下 有機會嗎 一台搞定 朝鮮人 也點掉了帝王時代 現在明確實的 現在的打法 已經要靠馬戰車 作為主力了 後面趕快一直按 拉圈過來修理 爭取時間投車出來了 投車直接拍掉兩台投石車 MBL投車 真的是有夠兇啊 這波打完之後 明確實的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 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這個MBL 打得實在是非常好 後面按了馬關應該是按錯的 只能說他這邊 果然是撐到帝王時代 就能終結 朝鮮人 朝鮮人的後期的優勢 真的是越來越薄弱 那MBL呢 他這邊的戰術規劃 我覺得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問題是喔 朝鮮這邊的塔工公司 是選擇了單邊的 而且石頭挖的 算是不是這麼的果斷 如果明確實的 直接打一個雙塔X 搞到MBL生活無法治理 那就真的很難受了 比較意外的是 明確實的並沒有打出 這麼激進的戰術 而是比較單純的 四人塔工 還不是五人 所以就傷害 威力會稍微差了一些 那經濟的部分 MBL 是獲得到了 資源上的優勢 黃金的話 稍微少數一些 但是石頭 石物 木材都贏的狀況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告訴大家 這個影片 我們找著 這裏 先到這裏 或是 最詳細的 是 從常生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